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厂牌的经历 对 然后为什么突然一下 你们聚导一起组了一个DGGattle 是 Mag的话 他是之前就在 他们当时还没建立的时候 就去了一趟厦门 我们当时也是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 大家的性格这方面 然后互相音乐 互相性格 互相灵魂的吸引 然后最后让大家聚在了一块 心理法则 大概是什么时候 哪一年 成立是19年 19年吧 好像是 这么早的成立 就是 其实我们很早就一块耍了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名字来 就是定义 我们在一起 到底叫做什么 其实好像是20年上半年 年初那段时间吧 好像是 就是 我们在一个火锅店吃饭的时候 相传 因为我们是网友 不是说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 就是因为 当时做这种 新的类型的 这种HIPHOP音乐的比较少 但是在就在网易云或者说哪些平台上听到对方的歌了 觉得大家交个朋友 我们就有一个自己的群 所以叫第一级盖的 实际是第一级 第一级就第一级楼 就加一点 你就加了一个Ghetto进去 叫HIPHOP一点 对HIPHOP 那后来你们也都是在成都 大家举手 对 我看你们的新传记也刚发完 最近视团也蛮猛的 有很多粉丝喜欢 但这个与此同时 好像又有很多人黑你们 又很多黑粉 最近突然变多 最近突然变多了 可能我觉得最近是 因为我们发声了 所以说针对这个东西来黑我们 不过我觉得 你们获得了更多关注 对 其实是好事 就是关注度提到了 对 那你们会担心吗 就是可能粉丝会 有一些这些人会针对你们 说你们做的东西是复制国外 或者是 我觉得这些黑粉都是在 以他自己的意思 自己为一个出发点来看待我们 说白了 我们去录歌的时候 也不会说是 这个我今天就要录一个这个 我就要按照他这个录 我要听完之后 就要去模仿他 没有这个说法 就其实是好听的东西 然后能够把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风格加进去 然后 但是他们要说 他们要怎么说我们复制人 说我们像的话 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其实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一个博来品 本来就是一个国外的 文化国外的东西 beat这些是一个形式 因为我们平时听的 就是那个类型的东西 对我们觉得这样唱帅 然后内容的话 我觉得我们并没有说那个 因为我们内容自己 其实是很有自己的 说的都是自己是平时发生的故事 地基语言 对 其实我有听你们专辑里面 比如说太古里 方草地 就是讲的都是你们自己的生活 对 平时你们在那里玩之类的 对对对 我感觉你们的状态 就像那个 Tommy经常说的 这个耍没有错 对吧 就是你们是希望在音乐里面注入你们的这种lifestyle吗 对 自己觉得帅就好了 这跟我们当初DigiGhetto成立的初衷一样 因为我们当初也就是各自做音乐 也没有说要靠这个音乐去赚很多钱 我们就是帅 因为我发歌到王毅云上了 我有我是个艺术家 我能够有很多的东西输出给大家 就很酷 我们一开始是这么觉得的 然后到最后我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说其实别人的评价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的 我们在意的只是你身边的人 你的兄弟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对你的评价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们做音乐的状态和出现 也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受到影响或者改变 影响是肯定有的 你随着了解我们的这些人越来越多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着尽量不要 我随时都是在提醒自己 但其实有一点我倒是觉得就蛮有趣的 就为什么以前一些做相对old school Bombay啊东岸的这些rapper 他们会标榜自己在模仿谁 但新人做新的音乐了 只是因为风格和新的风格相像 就会有人骂他 因为这个东西他们相当于是 他们technique嘛 他们专这个东西是专利 你如果是你按着他一比一的来 你要按NAS这个来唱的话 他们会说是叫byte 是啊 他们这个就叫byte 这就是在欧美来讲的话 byte肯定是都会很多人去diss你的吧 但好像在国内来讲 为什么好像学old school就没有人骂呢 就有的时候在我看来 因为hiphop本来就是博来品 我们本来可能从小就受国外的美国这些音乐影响 多多少少都会模仿 我觉得模仿很正常 但模仿新的和模仿老的 我觉得也没有优劣之分嘛 也没有谁对谁错 我觉得要很会模仿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们平时做音乐的状态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会说话说着说 我和Ason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俩说话说着说着 在比如说你在耍你在逛街的时候 说话说着说着 就会想下一个词语的韵脚 对我们逛街在押韵 对然后可能想到一个很屌的这种话 然后就会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然后后面就把它放在歌词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来的 其实有一定类的freestyle成分 有我不爱写太多词 我就喜欢在麦克风面前 我做歌其实我不会有预谋的去做它 就是我提前写好了这首歌我要去录它 我可能是会说到了麦克风面前 然后我再去把这首歌做好 就不管花多少时间 只要我有感觉我有灵感的话 我就直接这首歌就直接这么出来了 所以主要是你主要是找那个状态 但Ason你好像我完全相反 你会有预谋的吧 因为我感觉你的创作方式我听就觉得比较传统 因为我是那种想的比较慢 但是我会细想的那种 然后我如果想到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这样说这个好像挺炸的 我就赶紧给它记录下 我不管我当时在干啥 我可能在打游戏我都马上给它 就像传统的那个模式 为了这就胖起来往往上推 我往上推 拿逻辑去 对 把逻辑给它捋顺 然后我写任何歌我都可以用上 写到了 那我感觉你像Tommy的词就会有那种 有的时候很出乎意料的东西 对 是我感觉传统的写词方式想不到的点 对 可能我就会加一些当下 就是你在麦克风面前 你录制有个此时此刻你想说的话 就我不会说那个四川话 但我今天这个词是男二见了 我今儿都帮你了 就我当时看了这个词以后 我就觉得又好笑 但我同时又觉得特别屌 就是其实要硬从这几句歌词来里面分析的话 其实就我男粉丝比较多 然后我当时想具体的想突出他们到底 就是他们其实我的粉丝都挺疯狂的 然后突出他们到底有多疯狂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写 写成一个具体的点 太具体了 写成一个具体的点 然后让大家知道 就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但你的那个状态 就是纯走疯狂 那个状态 也导致你的粉丝也蛮疯狂的 就是那个状态蛮逗的 因为我看在B站上看你的视频 底下评论都特别的逗 就那些粉丝发的 我自己也会看 我自己就私下也悄悄的 就在那偷着 乐嘛 其实每天还挺开心的 我的粉丝比较emo 是这样说的话 其实我这个就想问问Ason 因为我记着你很早以前做的风格 在出人头的时候 还是那种偏emo trap那种 对那时候听很多那种 SoundCloud rap Lil Peep 那时候很喜欢听Lil Peep和Lil Uzi 然后其实在那个更之前 我还做就是也是做BOOMBAP 纯梭的这些比较多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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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觉得那个就是整个人就是一的 是因为你的状态 是因为你的状态是那样的 对我那时候太阴谋了在下面说 主要也是一个人嘛 当在那个年纪是在那个大学生那个年纪是想东想西的年纪对 包括后来你也参加过新说唱对这样的比赛节目成绩也就是不太理想对 哎我这是不是托明你也参加过很早一起 搞了个那个什么线上报名海选报名吗 但是后来我又不想去了 你可以问一下他好声音是 哈哈哈那个视频我网上传的很多是 哈哈哈 我当时在上高中当时知道我们那个地方要搞个像唱歌比赛一样东西我就没有管那么多就什么都不管了我就直接去嘛那正好又可以给学校请假啊啥的有何不可能 那我觉得你当时状态挺酷的你当时状态真的挺酷的你那个时候其实就听很多欧美的pop music 是吧我这都听以前因为他很喜欢耍唱吧是啊 我以前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那种K歌软件就会在上面唱所有风格的歌曲我以前都都会去唱 因为我看你小时候参加比赛的视频我感觉你在舞台上我觉得那种歌已经驾驭不了你还是得唱hiphop 对那种状态就你是什么时候后来发现自己很擅长做hiphop 我其实就我一开始其实是个b maker我在简阳上高中的时候没有人就没有什么人会去搞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我既然我我做了很多伴奏但是又找不到人来唱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唱呢 那意思你参加青楼唱然后成绩不理想之后对你包括你那时候做很阴谋的传是有影响的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当时为什么当时我有签公司我有些时候其实自己都是不太情愿去因为很就很矛盾这个东西对 但是就是你要公司的话那你要当他的艺人那你肯定要按着那个意愿他想你去那个参加节目你也得把自己说服了把自己说服了去我甚至还是我还在那种 每天对着镜子练那种对对对对练那种很认真对待很认真的 take serious那种感觉对但是那个就是越整越阴谋就感觉越整越没对压力很大对压力很很大做出来的东西也很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重新找到现在的风格的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还是多亏了现在什么样的帮兄弟我们去以前厦门他那个家就觉得他要是老在那个环境里面待着他肯定是会非常难受的啊就是一个一间房间还没这儿大有这儿一半大吧是然后我还养了一个兔子是因为还要放一张床其实我我印象中你后来出了比如小镇传奇嗯呃 在从小镇男孩然后到小镇传奇这样几张专辑都质量特别好大家的评价也都比较高我感觉从这个专辑开始一点一点沉淀出自己的风格你那段时间是沉下心来想要去把音乐做好做成下心来主要是整个心态发生变化了以前写歌的时候就会刻意去追求我要做某一个风格的歌在我做那个small town legend那张的时候也是我刚从下面搬来成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整个人比较心静啊就是想把虽然说 也才年纪也不大也没啥经历但是就是想把自己看着这些给他写下来因为我当时听day one那首歌就印象非常深刻感觉是从那首歌开始好像现在的风格慢慢就成型了嗯对你有是那段时间经常去听新的说唱国外的天天听pology流tj天天听他们那种从无到有的那种方式然后又跟那种传统的说又不一样 但是他们就是讲的自己的故事很让人能够真切体会到是然后我就想说哦那这个我用中文那也能做那我想问tommy是你之前的专辑我也都听过也蛮喜欢的然后你会做一些满rmb的或者就是比较情歌的因为你还蛮会唱的嘛啊 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可能你们主要还是带一起就比较耍帅嘛但耍帅这种东西就可能不能一直耍下去因为潮流这个东西很容易过时耍帅不但是帅可以帅可以一直耍下去你有想过说往后你会在音乐风格上做一些别的尝试吗 看我心情吧就是可能我是说如果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我每天顶得很我每天就只想就只想耍帅我只是想把我这些东西说出来那我就只说这些东西如果就可能有那么一瞬间想到了一些就会让就你心里面会起反应的事情我其实也会写一点点那种歌词的就是说我没有就是给自己的一个音乐风格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计划做成啥样 就啥样吧因为就是讲述的是我才所以说我觉得我并没有特别的担心那所以你就经常做出歌也不发演演出时候演粉丝我经常催你啊其实就是性格的原因吧就是我觉得我下一首歌可能会比这首歌做得更好下一首歌会比这首歌做得更好然后反正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发专辑的人嘛我喜欢一次丢一大堆一次丢一大堆这种所以说 可能这样让粉丝可能挺头疼的还是不过也蛮好那Ason你接下来的音乐呢你有想过一个方向或者一些规划我下一张现在还在构思因为之前就是忙我们这个DigiGhetto Tape这一张嘛对我下一张还在构思做了几首 但是满意的只有一首会继续还是在歌词啊这方面我觉得歌词是最基础的对我来说的话因为hiphop对我来说先是表达然后再 不过今年我和他有一张就是说我们两个的专辑然后就是叫就直接就叫Ason超文波一种Q你们平时做歌的状态是什么我感觉好像你们做了好多歌对但是最近感觉越来越难挤时间了演出啊包括各种形成这些铺完之后我最近还在平衡这个东西可能这就是刚刚发完DigiTape的那个显摄时间吧 对其实刚发完一张专辑很放空的嘛你可以先挣整钱然后挣整钱消费一下然后有点新的生活回来继续写也是那说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DigiGhetto最不一样的就是它可能代表着现在这个时代hiphop跟潮流的一个结合所以对于你们来讲我觉得音乐和swag的关联特别重要你们平时会花很多时间或者说很愿意在swag造型方面去 研究一下看一看之类的我们我们我们六个人都比较喜欢臭美吧特别是他和saki比较喜欢给镜子当朋友对我觉得就是你的魅力提升了大家对会对你说出来的语言会就是更有接受度更高吗是是是是就我每次来成都的时候然后我去成都的club我觉得特别牛逼的一点就是成都club会放成都本土的rapper的歌嗯以前我去可能会放海尔 然后现在会放DigiGhetto我觉得这个这个是其他城市做不到的以前重庆也会我在重庆待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穿越陷阱那个时期当时候我觉得Gas太屌了Bridge 物都他们太屌了因为他们做出了那种属于自己味道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是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对因为我学的是那个机械电子工程 我是理科生理工男那种我当时就想着我一定要做音乐我觉得这个太帅了找到人生目标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就跟加龙在重庆组了个团队嘛叫wave music当然后面就慢慢被看到了之后就是就是亮哥他们飞来重庆就说要签一下我们当时觉得学生嘛就觉得我靠我我我我做个音乐我还能挣钱太牛逼了我还能就飞去厦门这种我觉得太牛逼了但是做着做着就是 就是那个氛围我就感觉我做的音乐跟我平时生活的状态有很大的那个对还是大家待一块了之后就形态变好了也是因为认识他们我和Tommy也是网友我们是18年还是这么早就认识了我们是微博微博私信认识的对他过来加我嘛他说给你听一下我唱他当时唱那种非常阴谋的歌啊就你们以前都是做过阴谋吗 他非常阴谋他以前唱X那种哈哈哈是因为那个时候火这种东西小嘛幼稚嘛就会把一切事情都想得很极端嘛所以后来你们终于在成都又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整个的那个能量和状态你也没想到做个天就是玩就是可能就是对就是觉得已经度过了那个青春期吧大家现在就想就觉得生活就是一片阳光嘛我我感觉这一点就是成都 特别不一样我觉得成都的音乐人做音乐他本身享受音乐是我觉得不管做不做音乐的人成都人感觉都挺享受生活的是因为成都压力也挺小的其实就是没有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压力大然后很适合只能说风水保地吧而且我感觉现在有一个点是感觉全国做hiphop的是在看着成都的这个地方有一个rapper活的话我觉得大家都看着 都感觉他马上传出来了那种感觉就感觉成都是个很好的平台对而且有一点是反馈特别快对你发出一张音乐的好坏得了反馈特别快一个MV一个这种对你想一下现在我们粉丝已经普及四传话了就是都会说说一点一两句那种四传话而且我感觉好像成都的前辈一点的rapper也比较愿意跟新人在一起合作呀大家都希望成都会越来越好嘛 嗯我看谢地啊赛屁啊都有去跟你们合作看到我就有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是看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成都有了很厉害的新人他们是非常急于要分享给全国看的小时候我们他们的听众嘛小时候我们很喜欢他们然后现在我们也想靠自己做点自己的东西出来然后正好又有很多机会让他们也看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也有些互相欣赏 然后大家希望一起更好嘛然后就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挺感谢的这个我觉得是去年最大的收获对我个人来说谢老板啊这些嗯那么主动的show love这种嗯因为我以前就是觉得他就是我就是因为他们才做这个东西那种感觉就是当时听他们就觉得太屌了 这个有人敢这么说的有人敢这么这么写歌然后这样传达出来我觉得太帅了 嗯然后谢老板主动过来show love这种我是觉得嗯一个人是小人生目标完成那种感觉给了你很大的动力对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你们digi ghetto有巡演的计划吗包括你们个人的巡演已经正在准备了反正跟我们以往之前的演出一点都不一样的大概会有几个城市 10站8到10站还挺多的8到10站就是上半年准备系统化的巡演一层吧digi ghetto year都已经这么说了我觉得digi tape也只是一个开始吧因为我们今年还有很多个兄弟们的个人的专辑还没发然后还有合作的一些project还没发所以说其实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蛮期待 对蛮期待的